但是现在到2024年 以及接下来的5年 这个增长好像还要涨10倍 哇相当惊人 因为这个等同于我们马来西亚的GDP 整个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 会有相当相当大的拉动 但是有一些媒体呢 就好像有断章取义 将阿尔哈首相的这个原话的意思呢 有一些扭曲 让人家以为我们马来西亚 好像想跟这些跨国企业 他们现在就是这些Data Center的 最主要的投资者 好像要跟他们划清界限这样子的 无数和投资拥有同样的智慎之道 他们需要准备 灵活 勤奋和精准判断 这就是松大资本的投资理念 因为当准备 行动 和机会相遇 这就是成功的 完美灭绝 让钱为您卖力挣钱的秘诀 我们是松大资本 哈喽各位同学你们好 欢迎回到陈建老师的频道 我们本期的谈股论金视频呢 想跟大家讲两个有趣的财经新闻啊 第一个是关于如果一间公司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投资者没有经验的朋友们呢 应该怎么去看待 我觉得在过去这两个月里面刚好发生的这两个例子呢 对于一些新手朋友们的经验的这个累积呢 非常重要 第二个财经新闻呢就更加有意思了 我们也来给大家update一下马来西亚现在的这个 Data Center Rush 那我先抛一个问题同学们 到底我们马来西亚现在吸引了那么多的Data Center来建造来投资 马来西亚的Data Center的capacity会增长多少% 很多同学可能没有一个exact的figure在你的脑海里面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谈一谈这个数据到底是有多么的大 相信同学们看完我们这个视频呢 你脑海里面呢就会多了很多一些数字作为参考的了 第一个财经新闻是今天早上的突发新闻来的 就是我在拍摄这个视频的6月26号 就是有一个上市公司的CEO又被我们的反贪局呢 请去调查我啊 而且呢看那个照片呢是扣了手扣的那种啊 那这种就是以嫌疑人的这个身份呢去协助调查的了 我们谈古论经视频呢 几个月前呢是有谈过这个公司的IPO的 没错它刚上市几个月罢了就是我身后 那条highway under这一个上市公司 Polintas Polintas的公司呢它官方已经确认了它们公司的一些人事 就是一些职员呢就被反贪局呢邀请去调查的 而且这边呢连你看照片都登出来了 那我刚刚就讲嘛这个财经新闻它是属于一种突发消息 而且是对你的公司的股价是一定有影响的 早上啊 Polintas的股票呢是暂停交易一个小时 然后恢复交易之后股价有没有大跌 有 但是但是更有趣的是在我们拍摄这个视频的下午啊 现在三点半刚过不久 Polintas的股价呢其实已经明显的收复失地了 早上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它直接就跳空低开了 开市价是在八角六的 然后再跌到呢八角一 但是现在的价钱呢已经回到八十九cent了 这个例子能够衍生出另外一个在过去两个月之内发生的案例 就是那个Lagenda 在第一天Lagenda出现了股价跌停板之后呢 公司的管理层呢是有进行这个辟谣的 但是呢没有马上产生效果 因为第二天啊开市的时候啊恐慌情绪还是笼罩着这个公司 你看啊第一天跌停板的时候是收市一块一毛七 第二天开市价呢是在八毛多 也就是说哇它再trigger了好像有30%的这样子的跌幅啊开盘的时候 但是很快啊好像昨天的辟谣就开始发酵了 然后股价呢就一路在中午下午呢一路回升 结果呢全天呢只是跌了4点多巴仙罢了 我知道当时候很多投资者呢就在想嘛 喂这个股票跌下来之前是一块六毛多的 然后两天连续两天啊砍一刀砍一刀中呢 股价跌到八毛多哇好像跌了一半了哦 所以有一些投资者在所难免呢会考虑呢 哎有没有这个趁低吸纳的这个空间啊 结果呃在八毛多那个地方呃够胆去趁低买入的投资者呢 之后股价有所回升 在我们录制这个视频的时候呢价钱是一块二十千啊 那呃可以说是有斩货了啊就够胆的人 我不鼓励大家随随便便做这么冒险的事情啊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例子啊 Polintas这个highway company呢 我觉得情况跟这个lagenda呢有一些不一样 那两个公司的CEO都是被反贪局调查 lagenda牵涉到的情况呢是一些呃好像是土著的保留用地 因为lagenda property它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嘛 那你的这个一些项目里面有牵涉到将呃土著的这些reserve land啊 恐慌成为可用来发展项目的这些地皮 那么它就牵涉到需要疏通一些相关部门的人士呢对嘛 所以呢这一个指控啊涉嫌的指控呢 这个是贿赂 但是呃这一个Polintas呢这边DHCO Morning Briefing这边讲到的呢 它就是牵涉到在Clang Valley的一些路段就是一些highway建造的section 比较大的value比如这边讲出的是670个million 617千万的这样子的一个项目里面呢牵涉到受贿 so呃情况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但呃真正我想讲的这两个都是属于公司突然间高层被调查 都是被反贪局调查股价肯定是会产生恐慌的 那么lagenda呢就跌了两天就有些同学可能会问是不是以后啊 我就是跌到第二天第二天他一滴我就开始买入 千万不要这样子做因为没有任何的统计能够证实 呃每次跌到第二天或者跌到第二天的中午或者跌到第三天就一定会反贪 没有的其实是还是看回到底你的公司的基本面有多受伤 我想问你们啊现在此时此刻在大马股市里面有哪些公司的业绩 是已经出现了成长正在成长之中的呢 想不想学习怎么样将这些上市公司股票找出来 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呢 我们给大家另外准备了一个两小时的webmino 到时候我跟我们松大的助教们呢会给大家演示step by step的 在大马股市里面散户投资者可以怎么样找出成长型的股票 我相信你们会学到非常多for接下来2024-2025年 甚至跟我们马来西亚的工业大蓝图2030年相关联的那些投资主题的 马上点击我们的链接育龄里的位置我们到时候慢慢再讲好吗 你看回这个Polyntas的高速大道的这个公司啊 他现在上市了那么他的这个CEO呢牵涉到这个受惠 然后被调查那么请问对公司的声誉有没有影响呢 肯定有的但是如果公司这个CEO被换掉了 公司能够继续运营下去吗 那因为我们知道高速公路的这个商业模式非常简单 对吧我建好了这个收费大道 然后我在上面放两个收费站 那你们过路就给钱 然后这个收费大道公司呢就要维护保养这条收费大道这样子 那么建好了收费大道啊关键是建好了之后啊 就是坐在那边等收钱罢了 所以如果公司的这个高层要切换的话呢 其实对整个你现在已经建好的这个收费大道 你是不是车流量在越来越多的那个情况呢 就其实跟委任哪一个人做CEO呢 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很多投资者看来是明白这一点 因此在今天早上这个Polintas暂停交易一个小时之后 他一开盘股价有下跌 但是呢他的股价并没有出现跌停板这么严重的情况 为什么他没有恐慌到跌停板呢 除了第一 这个公司的生意模式 他的基本面呢 没有这么容易因为一个高层人物的这个更换而影响到 第二如果同学们你们有收看我们之前的谈股论经的视频 就是讲这个Polintas的这个高速大道的IPO的介绍的那一期视频呢 你可能就会有印象 这个Polintas作为一个马来西亚第一个的商业信托 它是一个business trust 然后它的这个信托里面装的不是我们平时同学们比较熟悉的 shopping mall啊 不是装商场的 而是装这些高速收费大道的 而且呢他要这些收费大道呢 到了一定的成熟程度 有了车流量能够产生现金流了他才放进来 所以我身后的Dash Highway呢 是还没有成熟 还没有能够放进来Polintas的这个portfolio里面 但是迟一点会 这个Polintas在上市的IPO招股书里面呢 其实是有透露到他的派系政策的 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候介绍他的IPO的时候呢 一个重点讲解来的 而我记得当时候公司呢是有在招股书里面呢 以他的这个发售价 他的发售价是多少 同学们可能有些同学忘记了 我们来看回去啊 今年24年3月13号 Polintas确认他的上市价是95CM 那么95CM的这个IPO发售价呢 预计第一年会派的股息啊 会有6.5% 如果你95CM的时候有6.5%的股息预计啊 现在比如今天早上他跌到8毛2的时候啊 其实你的股息啊就已经升到7点多%了 所以如果你的股价跌越深的话 你预计会收到的股息呢就会越高 前提是现在公司的CEO被调查 没有影响到公司的日常的运作 公司的这个高速大道的收费 还是照样在每分钟这样子收取的 那么这个假设就会成立 那么有些投资者他们看中这一点呢 他就会以高股息作为买入的理由 那么其实为什么Polintas的股价没有跌到 Limit down这么严重 因为很多懂得这样子思考的投资者呢 会来这边呢等住去接便宜票的 所以股价就被support住在那个地方 所以从昨天收市价91CM跌到最低81CM呢 大概刚好跌了10% 然后就有人进来买了 因为你的股价跌10% 其实就等于你潜在的股息收入从6.5% 对吗 会增加到7点多% 就你的dividend会加多10% 对吧 就变成7点多%了 so这个就是在这一个案例上面呢 我觉得比较新的投资者们呢 会有帮助的一个理解 什么情况底下 可以去趁着公司遇到一些坏消息的打击的时候呢 看到一些价值投资的机会 或者看到一些趁低买入的机会 and什么时候你要小心啊 就基本面如果是被破坏了的那一种呢 比如啊 某某公司确认要做假账啊 或者是某某公司发生了剧烈的这个管理层的内斗啊那样子的 这种情况呢就不适宜呢随随便便去减所谓的便宜货的 好这是第一点啊 第二点非常有趣 第二点其实还是这个视频里面我最想跟大家讲的 但是第一点已经很有趣了 如果觉得有趣的话 同学们记得给一个点赞 还有大方订阅陈建老师的频道 那第二点就是 马来西亚现在这么多的data center在建造 到底我们马来西亚的data center这个行业 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6月26号DHCO Morning Briefing 引述的CGS啊 中国银河证券写的一份research report 他就有讲到在马来西亚现在的这个data centerRush 数据中心建造的狂潮里面呢 有什么公司预计会最为受贿啊对吗 包括Gamuda YTL Sunway Construction 他的topic啊这个中国银河证券 他们认为啊在这些领域里面的首选 但是我们想引导大家看的最主要的是这一个东西 这个是中国银河证券引述这个DC Byte 是另外一个专门做data center的research的一个机构啊 这个DC Byte同学们可以去他的这个官方网站来看一看的啊 专门针对全世界啊哇有7000个data center呢进行这些追踪跟研究的啊 所以他有很多的数据2024年今年的第一季度在东盟亚证国家里面呢 新加坡的data center的这个capacity是最大的有988个MW就是以这些data center的耗电能耗来衡量 因为你能耗越大的话呢就证明你的这个data center的这个运算能力computing power会更厉害嘛 因为你需要用更多的芯片去驱动这个计算你就会吃更多的电 那新加坡现在是东盟的No.1 马来西亚是No.2 我们是280个MW 那我们还有很多data center已经propose了要建造的 so预计到2028年这个forecast的数据 2028年新加坡还会成长到1445个MW他们的data center 但是新加坡受到这个dp跟电力供应这个限制增长就变慢了 而反过来看我们马来西亚跟印尼呢就会预计成长最快的国家 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 2028年预计data center的这个capacity呢会去到3221个MW 十倍有多的增长哦 里面的受惠就是受到带动的公司的话 当然construction sector是在所难免要提到的呢 所以中国银河证券也给出他们的一些选择 主要他们考虑到的原因呢 就是他们会首选一些大型的 established的这些construction company 因为这些公司如果是国外的这些大型的跨国企业需要来建造data center的话 他们也会首先委任这些有经验的建筑商呢 第二呢就是比如像三打币啊这样子的有自己的地皮储备的可以适合用来发展data center的 他们也有机会呢插足到这个data center的这个开发里面 就三打币的这个帮google建造data center的在他们的那个 almina business park对嘛 我们也给大家点评过了 so 甘布达就接到了这个construction project 就帮三打币property建 地皮呢是三打币property出的 然后以这个dcbyte的这个研究机构的这个projection呢 它的这个预测数字来算的话啊 就等同于马来西亚的data center的这个行业 它的capacity的增长呢 在2023年到2028年呢 是以每年32到56%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去滚动成长的 那这个数字 once again啊我们作为一直关注马股里面各行各业的就是研究的人来讲啊 我也真的很久没有看到啊 有一个行业在未来五年的成长率可以有这么的高 复合增长率啊有这么的高 而且是可以维持五年的时间 以前我们又用回手套啊 又用回手套我们印象中的 以前大家预计手套全世界的手套的需求量的成长呢 是大概8个percent一年 compile 就也过去很多年的这个数据呢 来support这个high single digit 8个percent每一年的这个属于高的单位数字的增长嘛 就以前很多年全球的手套的这个需求呢 也是以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呢 来实现这个增长的 对比现在这个data center的这个行业 马来西亚这边的话呢 那它的这个成长呢 就真的是相当的劲爆 可以说是用劲爆来形容 就同学们还记得嘛在不久前我们的这个冒工部长东古萨弗鲁就有在他的X就是以前的推特上面呢就讲过在2021年到2023年啊 马来西亚这边带来的这个data center带来的这个投资啊有1000多亿嘛 的这个投资哇相当惊人哦 因为这个等同于我们马来西亚的GDP 整个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啊 会有相当相当大的拉动哦 简单的这样子去推算的话 如果你在data center的投资里面能够吸引了这个1万亿马币的话 已经等同于马来西亚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万亿马币的50%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未来5年里面啊将1万亿的GDP分每一年住进去这个马来西亚的GDP增长里面 岂不是可以带来每一年有10%的成长 那这个是相当可怕的 这个数字大到我现在都有点难以置信 这个如果能够让马来西亚的GDP啊 say goodbye to之前的4-5%一年的成长 重新回到89个percent的成长的话 high single digital growth 这总是什么情况啊 这总是我们马来西亚90多年的那个当时候的被称作亚洲四小虎的时候 经济最高增长的这个高光时刻才见到过的 我们作为股市投资者 你的经济能够实现重新再来高成长就二次腾飞的话 马来西亚的股市就有可能会给我们投资者们刷新历史新高的嘛 当然我们希望看到这个东西 但我们也不能够盲目乐观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接下来继续追踪是不是会继续看到这样子的Data Center的投资 就是陆续吸引到来马来西亚这边以及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启动有做的 因为你要启动有做的话 Project要给本地的建筑公司建筑原材料杨灰钢铁对吗 这些也会被拉动 然后你在建这个Building的过程里面你的那些电路保护装置你的Wire Ring 还有那个叫做Switchboard对吗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会被Data Center的这个建造的这个热潮呢拉动需求的 当然绝对不能够少的就是电力的这个需求啊 那这个Data Center如果未来会增加10倍的话 那来自Data Center的耗电量就会增加10倍了 那Tanaga就肯定会有很多生意做对吗 中国银河证券也是有讲到的 就马来西亚的电力是有30%的一个backup在后面的 然后我们也预计到2030年啊 未来这6年呢会增加New Capacity of about 10.5GW 就马来西亚的电力啊 呃10.5GW的话 如果没有错的话马来西亚全国的电力大概是20多个GW 2023年的数据 所以马来西亚的电力的这个呃 产生的电力啊也会多差不多50%的 在未来6年时间 顺便插句话讲一下 昨天呢我看到呢有很多投资者呢 转发呃一个中文媒体的一个截图了啊 就是关于我们的安华首相呃有讲到的呃一个言论 就说有些人建议说呃跟这些美国的大企业 Microsoft啊对嘛呃Google啊跟他们划清界限对嘛呃我们的安华首相就讲听起来很好对嘛 但是这个东西并不现实 但是有一些媒体呢就好像有断章取义将呃 啊安华首相的这个原话的意思呢有一些扭曲让人家以为我们马来西亚好像想跟这些跨国企业 which他们现在就是这些data center的最主要的投资者好像跟他们划清界限这样子的啊 其实并不是对不对你去看清楚我们的首相的言论的话他也有现实感他说如果跟所有这些外国企业划清界限的话这个东西不现实 那事实上我们各位屏幕前面的朋友们马来西亚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经济领域的增长突破点对嘛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的这个decision maker我们的现在的政府亲手将这个东西摧毁掉的话这个这个也太辜负人民了对不对 so好彩现在并没有这个情况发生希望我们的这个大马政府啊尤其是我们的大团结政府接下来呢都能够保持这些决策的理性最重要的是将我们马来西亚已经被困住很久的这个经济呢重新发展起来让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的收入提升这一点呢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的最希望看到的东西来的那如果这个东西做得好的话股市投资者自然你们会看到你们想要的牛市出现的啦 欢迎同学们在留言区给我你的看法我们来一起交流一下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一期继续跟大家谈古论经拜拜